不過人民幣呢 我覺得你有個認知不差 很多人說人民幣匯率下跌了 那就死得了 至少也不是的 我不是這樣看 6.9至7元 跌了多少 跌來跌去都是那一頭 跌來跌去都是6.97.4 這樣你看旁邊的貨幣 你看看英鎊 1.4至1元 跌了多少錢 一樣在這裡 不過現在那些跌那麼少 人民幣的特點都是它走單邊走很長的 問題是現在是不是轉勢 應該這樣 它1981年的時候過半 跌到現在 早10年20年8個多 現在是7.7元左右 轉勢 轉去哪邊 轉去升那邊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轉勢就轉勢 它都整個日本籍 日本籍其實幾十年來 它也有一段長時間是升值的 3.61度升到有幾中70多 都試過的嘛 那你可能轉回去貶值 那你現在長期來說可能是貶值 那你轉回來就稍微升值 那怎麼辦呢 你對整個格局沒什麼改變的 有很多人以為貨幣是升值或者貶值 代表什麼 代表它國際地位 不是的嘛 譬如你美金那樣說 你幾十年來 其實有上有下的啦 低的時候70多 高的時候有100多 其實你檢查到現在整個整個格局的地位 譬如你在說儲備的比例 支付的比例 其實一直很穩定的 有四五六成的也有上落 當然你拉闊個規律看 其實沒什麼動作 那麼你是人民的一樣 你現在經常說國際化一樣那樣 但是 所以看來看去都是說你都是為了那些人有用,貿易那裡多一點,但其他東西差不多,你多一點都是2-3% 那個匯價動動其實沒有什麼意思,這麼少動動也不會因為你動了那麼少東西,世界就說買多些人民幣 其實你在香港自己吹字吹字雷,喉舌吹,跟著你跳,實際上你出了街人也看了笑,你也動那麼少,周圍的貨幣借了很多 還有人民幣因為沒有其他財經衍生的工具好炒,你說沒有人民幣債不是說沒有,不多 有啊,他不敢發嘛,他不敢發嘛 除非你是那些市場做得很大,如果不是,其實人民幣債會也動動 這個也是我也想借這個時間和公眾呼籲的,聽我講的,聽KC講的 那些動動真的死不了人,沒什麼意思,最重要不是死不了人 是真的不反映任何東西,這一下才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說 如果你不撐著,當然不會這樣動,當然不止這個幅度,他按住 他按住那個幅度,但是看起來好像跟美金對加那些飛美差不多走勢 拍下張圖好像一樣走勢,但是那個幅度的percentage是壓低了的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叫做dirty flow,其實每一隻貨幣對美金還是dirty flow 哪裏有一隻真的自由浮動的貨幣呢? 就算你說剛才日圓,日圓也是有這樣區間的嘛 79就干預了,140多又干預了 那些地方他們不是在裡面有你驅動,但是他也是有一個區間 就是manage到的 共產黨怎麼會任由你呢?他沒有可能任由你,都要操控,又要管 每天開個中間架,開個中間架就是夾著你,讓你不要動而已 你現在在個中間架裡面浮動 那就是現在他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滑個圈呢? 你建個圈裡面有自由,那個圈那些那麼多就有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他們在吹這個人民幣國際化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他不是要貨幣國際化 他是想用人民幣可以發債 不想用美金發債 如果你國際發債,大家用人民幣買 他就找人民幣去買單 我這個是他最終想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控制的匯率是重要的 問題就是你發人民幣,債人也沒有人民幣,怎麼跟你買? 現在不就是叫沙地啊,其他地方說不如這樣吧 我用人民幣給你買石油,用人民幣給你買氣 那你收了人民幣,我不會兌回美金給你 我會兌回債券給你,有色派的開心 那別人拿著人民幣,我們做什麼? 買人民幣債 沒人在做什麼?只有兩年五位低 那可以加起來 他現在最矛盾的是什麼呢? 你始終要做兩個市場 你離岸一個市場,在岸一個市場 你在香港叫離岸還是在岸? 他在香港是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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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是他控制著牌子,沒有分別的 他其實一直是怕錢走 他怕錢走,他又要搞所謂的國際化 他要搞所謂的國際化,他一定要有個離岸 給你那些人進來 給你那些人進來的時候 但是他又不想你拿著他 因為他見過亞洲金融風暴 打開門口的錢可以走 走的話就死定了 他又要關上門口 關上門口裡面那些叫做在岸 外面那些叫做離岸 但是你兩個架也不能撐太遠 撐太遠就有套座空間 他又要高規定裡面的那個在岸 那你本來離岸的概念就是有的流動 有的市場,就是市場決定的 但他實際上又不是 他實際上也搞了外面那個,離岸的也搞了 離岸的那個在岸實際上也是被他控制著的 那你在控制著市場的時候,人家是零眼相看的 我試過有一次說,離岸的人民幣市場不是一樣都是莊家 就是每個市場都有莊家 不過人民幣的莊家是 不是我們平時莊家就是負責派錢 搶一下錢而已 但是人民幣的莊家 直接是看了那個顏色開多少 然後跟你說這次開大 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他連那些顏色怎麼擺都自己擺了 我們要這期升,你就會升了 整個假的 整個假的 假的 假的 其實是假的 很假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去到最後 現在有很多口往往說 我們要dest以下and кон 漫律收貼.我們什麼時候會取代美元 我想奉勸各位男朋友 實際是り collectors 欧罗想挑战美元地位,欧罗想挑战美元地位 大概15-16年左右,让它有机会,结果也发生不了 日圆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变成了亚洲区域货币 欧罗由2000年打后,十年也不够,就是欧债危机 人民币,如果你看它成为国际货币 它第一次就要过一关,过了就过了,是不是? 过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些西德、日本,七八十年代工业很厉害,崛起 那你的经济一崛起,人们就会说这些东西 崛起就可以取代了 这个故事其实在十年前的大陆也玩过的,十多年前也是 问题就是,你崛起了不等于你的金融也崛起 你有经济是一件事,有没有贸易是第二件事 你有贸易是不是有金融是第三件事 其实这几件事不是有必然关系的 那如果你真的在金融那里,你没办法 现在是美国的事 如果你计算很多比例,什么支付啊,储备啊 美金就不是很大,四到六成左右 但是你一计算到金融资产的占比,它能压倒了九成 你就算排第二的Ulo也威胁不了它 何况你排人民币,排第几天 这个也是,刚才你说的,有工业就不等于有贸易 有工业加贸易,不等于有金融 我发觉那些人不太明白 他们觉得我们这么多贸易往来 世界第一工厂,问题就是 你继续做这些手作东西 你帮人做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帮人做,你继续工厂,别人给你单 所以你一直是正出口的 你正出口的时候,in terms of 货币 你是net receiver,不是net payer 你是net receiver,你一直收钱的时候 你怎样将你的人民币派通街的国际化 做不到的嘛 同样的情况,你俄罗斯是一样的,沙币是一样的 这堆都是正出口的 如果你继续这堆国家,一起去搞,搞什么 大家都是net receiver,大家都是正收钱 正收钱的时候,你谁派钱给他们收 你现在拿那条数据,平衡不到 我当你大陆,和河斯,和沙帝也好 你自己对家商那些贸易,你全部是用回自己货币 但你剩下那些,你剩下那条数据,你是net出口 你正出口,就是正收钱,正收钱那些钱是怎样的 谁给你呢?你结果不是美金 你结果就是一个一个在国家里赚钱那些 就去伦敦买房子,来香港买房子 他其实有买东西的,我都说伦敦和香港最大的出口工业就是地产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说,以茅户疫来说,最有条件做挑战美金的那些 你猜是谁呢?印度 全世界的正进口计,最大的正进口计是美国 第二就是印度 印度其实是有努比区的,它自己有联系汇率的 那些什么北丹啊,尼泊尔啊,其实以前印度努布呢 是整个印度洋那一带,那些什么中东地方 其实就是用印度努布做的,他们那个... 你要派钱才是... 所以印度就是... 正进口计,它就有条件,他真的在买东西 他在买东西,当然,你说你这个严印度努比污租 就不要,一回事 起码他有条件 他的经济力是真的有钱派出街 那你才有条件说这件事 还有我觉得这几年印度央行的政策越来越有公价 就是它越来越像一个负责任的央行 这个是...我想... 来得十几年,在中东一带 由波斯湾到印度洋一带 其实印度的那个货币的影响力... 还有,他还有一件事 他...他...他...他直接是... 是劳动力就这样出口 他不是说那些人在... 你去买印度的货 他是那些印度的人... 是周围...已经在做着事 就是周围的地方生活 去到... 就是... 现在你看到的,你走去... 也有很多巴基斯坦人,也有不少印度人 那大陸也是 大陸那些人不是在那裡做事的,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做什麼 不知道,炒房子,在那裡 我在杜拜看到真的做事的那些 就是印度,巴基斯坦,或者一堆中亞國家也是 哈薩克那些,我都見不少他們的人 但是,中國人在那裡,真是中國人 全部都不是在做事的 大陸沒得做的,四處走出去 首先下一代出去,出去起碼在外面找工作也好 就看回一些數字,中共的外匯管理局公佈說 今年3月份,中國和外國貿易用人民幣的比例達到48% 美元只剩下40% 就是首次用人民幣在外貿交易得多過美元 而2009年人民幣的 中國人不和你做生意而已 圍著你的西方,杯葛你 那裡少了 那你自然說,不是美國陣營,歐美陣營的比例 當然會上升 所以他就覺得人民幣是國際貨幣的地位 所以挑戰美元進了一步 你這樣說比例 你沒有了別人的那邊生意 然後你說,我現在跟俄羅斯、北韓、伊朗陣營那裡佔比很大 這樣叫國際化 不過這陣子人民幣國際化 這個華條好像要佔下來 反而現在大家說的 你說這些話是無用的 現在大陸出口最多就是去美國 第二就是去香港 香港的出口裡面 最多也是去美國 那你大部分東西都去美國 美國要不要人民幣 美國如果很厲害到 你出口去美國 美國肯批人民就給你了 這樣就行了 你威脅是我走去美國 我說我現在要買你什麼都好 買你幾個波音 我給人民幣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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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hing肯收的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反過來大陸的廠商 其實你應該用反過來的邏輯去想 現在還有一大堆大陸廠商 你跟他們說我下訂單 那他們收什麼 收人民幣嗎?收美金 連你自己大陸的廠商都不是收人民幣 我才這麼說 心召 現在反而你剛才那條數 就像契斯華債 你跟俄羅斯貿易現在多了 那俄羅斯你找什麼找數給人 你找人民幣找數給人 人家以前未必肯收 現在你人民幣我都先收 不過收了不知道怎麼辦 又對不回頭 所以那時候俄羅斯香港出來吵 小心啊 多麼多人民幣你對不回頭 就傳他們拿來我換美金 他們拿著一堆人民幣不在做什麼 你真是你購買那些債 就兩厘了 可能其實他不會刻意加息 他不會給高息那些債 就是因為你購買 購買我幹嘛要給你這麼多 他根本這樣的環境也加不到息 什麼事 不過最近大陸那邊關注了上海 和深圳的一線城市的那些債務 不斷掉 說深圳豪宅 降價一千萬都沒有人問 上海那些債務跌幾百萬 又說現在大陸那些人 想地下錢莊匯錢出來 那個費也去到百分之七 甚至十萬、二十萬美元那些匯款生意 沒有人敲聽 這個是體現了一個什麼現象呢? 不知道啊 沒有人買啊 樓沒有人買啊 那樓市不定也不是第一天的事 你說匯款呢 其實它是難的 你想一下 就是現實的匯率和真的那個差價 就好像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官方排價 人民幣是很強的 但是你真的拿著港幣去到廣州 在車站 每個人走過來 有沒有港幣有沒有港幣 對不對? 其實現在情況是一樣的 你夠膽死的 你有美金有成 你拿到過境回到大陸 可能有人肯跟你買的 不過就是小心 我聽到另一件事 就是它都很緊的 如果你說拿錢出來 那些民場民臭 諸多阻滯 那你做那些錢莊那些 其實都被它盯著的 看你幾大數 如果你跌那麼多的話 它就只會閉嘴 你一多的話 它稍微多一點 它都是什麼的 諸多阻撓 還有現在不是大家在說什麼 數碼、央行、貨幣等等 那你一用了它那個央行的電子錢包 你沒得走的 你的錢怎麼走? 就已經走不了了 它不讓你兌換 它不讓你兌換你就沒得兌換 是不是? 這個才讀 不是,那個防火牆 其實一直都有的 但是那個防火牆以前的意思 你問我一下 就是 人家想著 你如果慢慢 經濟改革開放 那你經濟改革開放 你是會導致社會慢慢會轉變 但是大陸呢 就 沒有做到這件事 所有 經濟金融活動在香港做 但是他們就可以下來拿好好處 拿這個好處 但是自己本身又繼續維持 那種封閉型 高度控制的專制社會 這件事 如是者就玩了三十幾四十年 那這個就是那個防火牆角色 問題就是現在反過來 那牆根本移了去香港外邊 原來它發覺那個防火牆其實都不是完全防得了火 以前香港這樣 其實香港某程度上都影響了中國大陸的社會民情 你想想 八十年代開始 如果不是又不會有香港的民運 諸如此類 那其實在北京眼中 香港一直都是這樣的影響 有這樣的危機 那你現在把上面那套放進香港 防什麼火牆呢 你直接把防火牆搬出去 現在這個角色就給了新加坡做 白手套給了香港 新加坡做的了 新加坡你看那些房子炒得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follow the money 跟著那些錢走 他們那些人 大陸那些有錢都全部落在新加坡 如果香港的朋友 是不是現在要關注他們的強制金 因為香港立法會議員說 你又說強制金 不是之前 要以強制金款做基建投資 就是基建的債券 它現在就是剛剛才提出的 今天 所以沒有這個話題之前 有香港的觀眾 你們的觀眾 就說 哎呀我今天有採訪 阿里斯文和加蟲博士 什麼加蟲 你幫我問一下 這個怎麼算 這個強制金要去 去推基建債券 都不奇怪 你講真的 現在這些債 你說 除非你發到很高要 但是舊這樣的事情 說真的 你如果一早就這麼吸引 那些 那些 那些搞基建的 那些扣崩頭去做 說了這麼久 大家都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你提這件事情的時候 政府都會摸底 看看哪有興趣 一直都沒有人有興趣 半推半就才 就像PPP一齊做 那你一齊做 那你發債的時候 你發多少利 那你發了低 现在普遍来说,整个美金定期都是四五厘 你发的太低门买,这些时候又搞,那些工程造价 以前超支,超过谱,你现在再搞,其实数很难搞 他也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最新的说法就是 他就说,有可能要收拾他,怎样斩建,做就肯定要做,为了面子 但结果可能不清不楚,不淡就做到 那你就看看,到时候拿多少钱,我就不乐观 你对他的看法很善良,为了面子而做呢? 我觉得都算了,香港你问我所有基建工程,所有国家 全球部都是贪污,全球部都是贪污 我平时很少这样说,但是自从我真的有一锅去新加坡 看他们那里的工程造价,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香港那些工程造价是怎样做出来的,做就真的做就做 好了,你现在说拿着基建工程去发债 但是,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政府不可以就这样 就这样为自己政府的开支去发债 因为你政府为自己开支发债,你联系统就完结了 但是你说工程基建的发债 大家的想象在哪里,我说没什么的,你政府还不完 你就把这些基建项目去私有化,去套现找数 所以李泽巨那句是对的,你自己围到一条数就喜欢 政府的说法就是,如果我建完交易周也好,什么东西也好 我卖地我就够钱可以还一条数 这个是他的想法,但是事实是否这样呢 你现在今时今日,你看香港卖地 住宅地都还可以拍到个价 你商业地已经出事了 其实香港这个城市大陆化的情况是极之急速 你连那个经济现象也很明显 你之前说什么,第一线城市的楼价跌 豪宅价价跌,香港现在豪宅价格有没有人召唤过? 已经很少听了,都不算那一笔了 人口跌,深圳上海人口跌,第一次 香港人口一样跌 大陆那些一线城市的财政现在将会很差 你这些外来人口,其实以前一直不得提供流动力 还是其实他们在这里生活 你说他们住在社会底层而已 那都叫做你整个经济产业链的一部分 现在你说越来越多这些人口才出 你说不影响实体经济,说不通 少了这班人,少了劳动力,少了人口,少了经济活动 香港又是这样,所以香港是完全 真的这几年大陆化得很快,很急速 你整个现象,那种同步的共鸣感 是多么明显 所以又反过来,你想知道大陆的情况是怎样? 你看看香港就知道了 你说里面的资讯不透明,那不要紧 你还可以透过香港大概猜一下上面 现在是怎样的状况 是,饼银 你香港的股市,现在还有很大段路要走 所以我就觉得港股是应该到短时间之内 可以不用看 这个就是我近来想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人问我,那港股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那它又不会直接插下去 它不是立即死的,每年不见你两三千点 你怕不怕? 你去到四五年之后 你才发觉,哎哭你了,不升的 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升过 是的,其实是的 刚刚讲到股市的,大陆的股市现在都很差 现在差不多 6月1号有1100家的上市公司 发布了减持的计划公告 还有现在一元退市 那个数字,现在也都 好像感觉到一个趋势了 一元就是20天入内 一元成交都没有了,都退市了 还有,我老实说就是 二十年前就是人家说 中国的GDP,什么时候会感受到美国呢? 2001年是美国的百分之四十 中国的GDP,不可能真的会追上美国呢? 稍微和我们总结一下,不好意思 我想你不用拉太多数据来 这个局都很清楚 因为当你的GDP,我刚才也说了 人口又升转跌,GDP又升转跌 或者叫做主要外制状态 大部分的东西包括股市 很多其他相关的那些金金的数字 其实都应该处于一个外制状态 就是继续都是这样的状态上落 日本其实那十几年去杠杆的年代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东西不会有什么增长的 很多东西都是 只有股市增长的 起码是这样的 我想大陆是一样的 中国的产业链究竟有什么优势? 其实我想问现在有没有优势? 美天河现在 还有你说中国的产业 何时可以超烟 港美天河的新闻? 是的 其实讲优势 我们经济学人里面 有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比较优势的 你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比较优势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什么? 第二就是 我想中共时时都说 我们已经是第二大了 如果根据现在的路径 就迟早是第一大了 那是不是大就可以了? 那我看到有几篇网上的贴文 也是今天临开这个show之前 我就说不如我和何家聪就focus 讲这个topic 刚才Lucy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有优势? 是不是真的有优势呢? 记住一件事 在经济学角度 任何国家都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在哪里? 是没有这个原因而已 KC你留言了一句 我刚才说这个题目 我如果重量就早就超越了美国 是质未够而已 其实我大概也懂得到你的意思 不过你具体 你觉得质是什么一回事? 你现在说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优势 第二个就是尺寸 是不是超英港美那样东西 如果回答你刚才说那样东西 我故意还是含糊? 你用量 有些东西已经超过了 人口已经超过了 GDP肯定超过了英国 欠美国不可以而已 就快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说质的话 质的话很简单 最简单就是把刚才说的两样东西相除 GDP per capita 每个人计算有多少GDP 其实你看到大陆都是排到很后 应该没有计算是排到50打后 全球200个国家 如果质的话还有很多计算 比如说究竟你 人均计 去到哪里 平均计 是否一个相对均等的状态 这个消费投资等等 产业是否均匀 其实有很多角度去计算 但是 如何将这件事连到优势 其实你直观而言 你说的尺寸和优势是有关的 如果你的量是越大 你的量就是优势 通常量的优势就是比较便宜 因为一些东西多的时候 就一定会比较便宜 钱大多就是钱会便宜 人太多就是人会便宜 人会贱 各种东西多的时候就会便宜 那你够便宜就是一个优势 这个也是以前一直 就是那些人说金专国 金专国那些国家其实有点多 尤其是人多 所以他便宜 那你贪他便宜的时候 那个优势就是价廉物美 但是现在去到今时今日 就是多了人 这二三十年多了人去大陆投资生产 那你会抢贵那些东西 理论上就会趋同的 就是当它增长的时候 你虽然量还在这里 但是生产的量在这里 但是需求亦相对大了 那你的需求相对大了的时候 你就会抬起价 抬起价 抬起价的时候 那现在的人又不是很便宜 房子又不是很便宜 接着租金又不是很便宜 你比20年前贵了很多 那你贵了的时候 你相对来说 那个比较优势就会低了 但是你说现在大陆是没有呢 其实又不是 你看起来 他还是一个正出口国 就是起码 如果你说水位来算 大陆里面 和大陆外面比 他现在都是货物正出口 你哪怕他最近的出口怎么下跌也好 最新的数字在下跌 但是他也是正出口国 他在赚外汇 就是说 其实他的货物有倾向出的 那当他这些货物有倾向出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相对来说便宜 你可以在现象上这样推断 但是那个margin就越来越小了 因为你看到 正出口赚外汇的部分 其实也越来越少 相对于整个国家 以前来说出口占比大很多 现在就少了很多 那么那个优势就越来越少了 当然你可以再break down 譬如说出口当中 他哪些行业哪些产业 他会相对有多些优势 所以少优势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一直看到 大数来计 大陆出的东西都是大围地出 尤其是中低档的东西 因为你便宜的嘛 大量的嘛 大量就很难做高端的东西 高端的东西通常不是大量的 做得大量一定是多 多的一定是便宜的 这个模式的价格是走不走的 但是越来越贵 现在还有一些优势 但是越来越没有 那么如果你说再细分 他有哪些中低档的东西 是相对有优势 相对有优势 相对有优势 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太重要 因为当你整个优势 那个优势的大数 已经是慢慢减退 减退很少的时候 你再去研究 当中越来越少的大数 当中的那些小数 其实那个意义就不太大了 我看到那篇文 为什么令到我想拿来说 因为我贊成卡聪说的 中国大陆一直以来 就是卖一样东西 廉加劳动力 廉加劳动力 这五个字 基本上解释了 所有中国经济的起跌 你去到过去的十年 其实连北京自己都知道 现在那个自动化的过程 其实已经不是说 平时的生产模式 现在大家都喜欢玩AI才说 其实连白领的工作 都开始有自动化流程化 中国还在卖廉加劳动力 这个就很大问题 因为你接下来 如果人家用一个工具 就已经可以取代 你说的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力 那man hour 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 你廉加劳动力 你就唯有要再廉加些 才有得斗 这个问题一 你没得便宜过机器 你没得便宜过机器 机器不用睡觉 不用保险 机器被淘汰 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困局一 而我看到那篇文说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中国可以做到组装的工作 但是说技术本身是没有的 所有技术都是外来 基本上中国是自己 是开发不了技术 全部技术都是靠外面引入 那这个很正常的 你开头的时候 当然是这样的 那问题就是 去到今时今日 现在这一刻 中国是不是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 他们自己就很想说 这件事 但是你一看到 一被人禁制你去获取技术的过程 你便站在那里 你真的要自己开发技术 原来是没有能力 这个我觉得就是 回到我们说 你有廉价的劳动力 不代表你有人力资源 我觉得 就是中国现在 人力资源发展这件事 他们就以为集中少数精英 就可以做完所有事情 理论上是 就是 你这些技术开发 做R&D 你不会举国去做 但是 你人数在整个人口里面 极少数的人做这些事情 相对于你看看 欧美国家 坐底 你有得七成以上的人 是高中毕业 你OECD的比例 是三成多大学毕业 在劳动力里面 三成多人有至少 十六年的教育水平 你在大陆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时常说 那你做iPhone 这些是不是好像很高精密 然后我看过 有个说法 就是介绍一下 富士康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农村出来的那个人 他说可以在一天之内 你就可以在生产线上开始做事 就是这个就是 那个就是技术了 不是那个劳工 不是那个工人有的技术 而是那间厂有的技术 你看到富士康现在都搬出去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他说 印度那些人没有中国那么考手 越南没有中国那么考手 你看一下富士康搞不搞得行 就是我们时时就 比起来说到 好像说中国那些人 是因为我们是灵巧一点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看到 我最近都一直在想 就是中国经济 一 为什么 好像增长慢了下来 第二就是 就是说 什么时候会超英赶美呢 我有时候是觉得 这个也是盲点 你整个国家超英赶美又如何 不代表你在那个国家里面 生活那个人的生活水平 是超英赶美的 虽然很多在深圳 在上海住的人 就觉得自己是超英赶美 但是 他们忘记了他们在中国 大陆里面是少数来的 就是大多数那些 在其他乡下地方住 你不用去到什么鬼 甘肃啊陕西 你就是广东省都有乡下的 大佬 你那些人其实很少去那些 乡下地方看 但是他们就会以为 就是深圳上海 就代表了14亿人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盲点 我觉得 就是见到一些数字 就是说 中国的产业链工业 它不太膨大 它是120个国家地区的 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有一个马肯社的研究报告 就是说2020年 就是三年前 有186个国家 和第三个国家 第一大粗号就是中国 65个国家第一个来源都是中国 那 现在说工业的制成品 它就觉得2020年 要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十 十九点五 美国只有百分之五 达国只有百分之九点六 日本百分之四点五 好像中国就是很大了 那大家都说到橙严链的问题 那现在随着一个地缘政治的变化 印度了、马来西亚、越南、东南亚 其实很多地方都兴起 其实现在 产业链 中国的产业和国际脱欧 都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 其实现在是不是差不多是越火越土之中呢 是啊 你现在发展着 就是你看到过去 都很多大陆是贵的 或者近年多了一些因素 就是政治的 或者是一些很任性、很随意的 一些政府的行为 就是在搬走的 就是大陆它那个规模是 你一时间是难以找一个地方去取代它 但是你现在打散了 落去其他东南国家 因为它现在做的事情 主要都是Label Intensive 你要取代它 其实长选来说不是做不到的了 是做得到的 这个是一直在发展着 其实如果有这么多人 在西方那种模式 如果你说要可持续 你一定不只是跟外面生产 你还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需求系统 就是这十几亿人除了帮人做事之外 自己都要花钱 都要吃饭 你自己花得起钱 就算你不跟别人做 你都可以跟自己做 但是它因为它现在 那个悬殊的问题太严重 就是太少人拥有太多的财富 那你变成了整个十四亿人 你说的 一人一元都扔死了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 一人都拿不到一元出来 如果你实际上 那个悬殊这么厉害 你就令到整个体系的需求 都没有办法上来 还有你要看那些所谓贸易的 那些物品是什么 就是美国是不是没有贸易呢 美国其实已经脱离了工业生产很久 虽然美国其实还有很多本土制造 但是我每次在美国听到 那些人很强调美国制造 就通常是除了是数珠那些民族主义 美国第一之外 其实那些产品是不是特别好呢 又不是的 不是卖质素的 纯粹卖那种感觉的 你反过来 其实中国的情况何尚不是 中国其实你看到 它现在那些所谓贸易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中国出口的东西 你封线啊 交拖鞋啊 冰衫啊 你说得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东西 很多都基本上 已经未必真的需要用人手 用劳动力去做 你真的可以自动化生产的东西 是很多的 这一个是其实对中国有个很 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很大的落差 就是你最大的卖点就是廉价劳动力 但是你其实在做的所有东西 根本就已经不再需要用廉价劳动力去做 第二就是中国进口的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什么呢 就是天然资源啊 能源啊 农产品啊 很神奇的就是 其实中国的地理位置呢 除了是真的 有 就是在那条45度线 以南的地方是可以耕作之外 中国其实很大部分的地方 又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啊 纯粹就是 以前你就说那些油木民族 在那里放下牛放下马 你现在 那个地方 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任何东西 你唯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搞一下旅游业 他们的内需概念 你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 唯一想到的就是 不如我们搞旅游业吧 因为主海大城市的人 没见过乡下地方 那问题就是 你中国大陆 现在又搞到那个 国际关系这么鬼死差 你哪鬼敢死跟你去新疆旅行 是不是 新疆看大草原 你不敢去的 去来蒙看大草原 你不敢去的 那结果那些地方做得什么呢 你新疆真的种黑木瓜 曬葡萄干 是不是 做到多少 原来还有棉花和番茄 忘记了 那但是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真的做得很大 你的产业的价值水平就是这么大 结果就是很大规模的 那个内部的财富转移 你硬硬要混那些人过去 你硬硬要把这些地方工业化 你硬硬要做这样做那样 这个我想就是 过去十几年来 你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架局 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硬硬来的东西 但是 回来回来 你看到这些第一二线城市 其实这些 我想尤其是是2022年之后 有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口开始 不是很多的 很多这个说法是讲重了 开始有人口迁出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乡下来 去深圳上海打工的那些人 找不到工作 回乡下来 那他们回乡下来 这个情况就大事了 因为他们回乡下来 是不是真的可以将他们在大城市 累积的人力资源可以带回去呢 有少数可能可以回去开一间小店 卖一下那些电话壳 卖一下T恤牛仔裤 但是很多人回到去 他又回不了落田 做不到农业的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我见到 这个中国去努力化 但是又没有办法可以相应地配合得到 无论是地理上还是人口上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 就是我觉得是这些结构性问题搞不定 然后另外一边就说 我们迟早可以跑赢美国的了 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整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 就是当你的国家越大 你14亿人 你要14亿人齐齐整整地 可以都超越美国 这个工程是多么浩瀚 虽然其实有人说 如果中国都站起来 这个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我也相信的 但是问题就是不是现在这样做 如果其实有人口迁移 理论上都可以洗云些人 等他们是有一个配对的 譬如说你想耕田的 你就去一些落口的地方 你想打工就去出城 这个问题我想是 现在你整个国家计 总共农业 初级产业比重 跟工业第二产业比重 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 他那个数字 就是那个需求 就是一二三个产业的需求 跟人口的技术是不不配的 就是你曾经有一段商场的时间 你做了世界工厂 你才可以说 有一个这么大的需求 是要这么多第二产业 就是所谓制造或者生产的人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角色减退了 就算我当你不是跟西方反了面也好 就是大势所趋 就算不是机器化也好 你慢慢的东西贵了 其实你那个优势已经减了 其实是慢慢不需要这么多第二产业的人 现在你如果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人 只是适合做第二产业的 就是说是生产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的 就算我给你怎么去哪里去哪里都好 专州过省 你过来过去 你没有办法可以配备这些人 除非这些人可以转导 新的那些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现在年轻的人都读了很多书 不断读上去 有碩士有博士 但是你现在说整个劳动人口 可能只是 怎么说呢 30%的税打下那些可能是相对高架的 但是其实现在的第二产业 就是生产的那个 它是跌得很快的 在这10年间急速的 那样的比例是跌了下去的 那你还有30%的税打上那些 它还要生活的 还要开工开饭的 那些其实它是转型转不远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那个失业的人口这么严重呢 就是这些人 当你没有再做小型工厂的时候 就是你在说07年那时候最高峰 或者2021年那时候最高峰 GDP说的12%至25%增长 你是在做全世界很多的事情 现在是不用你做的 那你那些人 其实最理想的那个 就是去回东南亚国家 那里继续做的事情 但是当然它不可能 就是这些人不可能 就是这些人不可能 全数去到柬埔寨 越南 印尼那些 去做回它做的事情 那现在困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这个失业没有犯开的问题 它是没有办法的 解决不了 就是如果它不是跟西方全面闹的话 也好些 就是这种去中国化不是走得那么快 你走得太快突然间 你的产业现在是刺激了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你随着那些产业搬走了之后 其实你看到那些厂都不笨 它都一起搬去这个通南亚那里 那你可能有一批人 就是本来它是在大陆那里 从事这个东西 它都去了东南亚那里从事 那你变成了整个国家来的 人是少了 人少了当然 你不再在大陆那里生产 你搬去东南亚生产 GDP也不算下去 所以你就算纯粹说量也好 其实都是成问题的 你讲超英讲美 因为历史上你看到很多经验都是 你的GDP和人开始是挂钩 尤其是你现在大陆来计 就是现在的务力量 就是在达职务务里面 都在说六成 你这样的比例之下 如果你的人口已经由成转税 即是人口已经成转税 如果你讲务力力量 务力量就是务动人口 其实更早已经是由升转跌 如果再说employment的话,就再早点是升转跌 这样的情况,就业的数字已经向下收缩了一段时间,可能已经好几年了 其实GDP增长也很可能,我论大数计都是要升转跌 哪怕你现在报出来的数字是三、四、五好,实际上是假的 实际上它是熟的,譬如看PMI,很多都已经是50以下 如果制造的比例,现在他认为那图复媒一人五开,两者都是四成多 你看PMI,製造业四十几,复媒五十几,拉运其实已经50了 等于跌到成衰分界位,成衰分界位即是等于GDP已经没有增长,主于外制状态 Case,我有个想法,又跟你看一下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中共其实不是不知道自己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平颈位 它甚至乎是见到,例如你早几年房地产泡沫爆破之后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读书读过的 任何一个国家接连好像中国一样,先是15年的股市爆破资金 如果中国一样折轨了去,你唯一的资产类别就是地产,地产都爆了 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去杠杆化就将会发生了 那么它自己靠任何财政政策硬去做呢 其实你因为没有资金需求,你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可以做起杠杆的情况 杠杆你就要有人肯去冒险,现在一个一个跟你冒什么东西 好了,这种去杠杆化的情况,我自己类比就好像当年日本的情况 你短则就是三五七年,你长则就好像日本一样,二十年三十年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进入迷失不知多少年的开始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北京是很清晰知道有这件事 但是它不介意,你看看日本迷失多少年都好 他们那个政治社会环境的结构,权力结构是极度稳定的 其实对中共来说,这样是无所谓的 尤其是他们坐在最顶层的那些人,会不会在小腿肤育呢? 不会的,辛苦是你人民辛苦,他们没事的 我觉得他们是接受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他们基本上也在管理预期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香港就麻烦了 因为香港其实坦白说,根本很长时间 整个金融业只是服务一个国家 而现在这个国家自己都在去杠杆化,香港不能死 所以我早几天就说,你计算一下数 在09年之前,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对GDP 我看回大概数据,我不是很准确的那些人 只有8倍左右 之后去到14倍,14、15倍都有 好了,如果现在香港股市总市值 你要回到以前的平均值 其实去到8、9倍都很厉害 你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才有这样的情况 你如果要去到那个水位的话 你香港的股市,现在还有很大段路要走 所以我就觉得港股是应该到短时间之内可以不用看 这个就是我近来想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人问我,那港股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那它又不会直插下去 它不是立即死的,每年不见你两三千点,你怕不怕? 你去到4、5年之后,你才发觉,哎呀,你怎么不升呢? 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升过 因为我看到这几天,有些人就说 这个瑞士、洛桑的那个竞争力排名 那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就跌到第七 那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留言,讲这个问题的 原因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排名自己本身也是很有问题 但是,见大家讲得这么开心,就先不承认,大家先开心 但是我自己,就是,我想拿出来讲的原因就是 就是,究竟在大家心目中什么为之竞争力呢? 就是,例如我如果大家的身高看重,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嘛 就是你多高,你多重,是不是? 但是,当你开始复杂一点,你一个主观一点的概念 就是我例如,帥哥,谁帥哥一点,很难排名的啊 就是,帥哥啊,帥哥啊,你健康不健康啊 是不是?你的魅力的排名,你怎么排呢? 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竞争力排名,其实是一个 有多有问题的排名,但是呢,你一整个排名出来 那些人就喜欢的了,就是,一样的而已 我们的网上节目都是的,就是我如果说,哇 就是,做香港这些各大媒体,各大自媒体的 YouTube节目的欣赏指数排名,以前港台也很流行 其实,你拿来做什么?是不是? 就是,所以我就见到很多人很开心 那很开心的原因,当然是见到香港又再降级了 但是,别人又将你香港升级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当他看不到呢? 就是,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要有一点点原则 其实你这个排名呢,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他不是没有基础的,因为那些外国人的东西 通常他都要用些数去计算一下 就是,里面有很多那些计算得到的东西 譬如说,这个成本,营商成本,这个最重要 通常说竞争力都会说这种东西 就是,租金贵不贵,薪金贵不贵,等等 那他可能再加一些其他扭买东西 譬如说,管治的程度,制度,基建 那些东西呢,其实他就会做些调查 就是问一下那些所谓企业的头 那问完之后,我想你当是一个民意调查 这样去,然后翻了数据,回去整理一下 再整个排名出来 但是这些排名往往的问题就是 就是看你的侧重点在哪里 如果你侧重在某些位置那里 譬如其中一个东西,你在香港的排名很高 管治能力嘛 你一动就拉,一动就锁 那政府的能力当然是高 那问题就是,这些东西 你整个东西混在一起,第一 究竟你在计算什么呢? 那个概念其实大家都不是太清楚 很多时候,因为太立杂 第二就是说你那个权重的那个改变呢 其实你都会影响那个排名的 有时候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你有些东西是很高分 有些东西可能很低分 但是,就是看你哪样东西的比重多大 所以,这些排名,说真的,每年有人报 就是,其实不是太多国家做的 或者是太多组织做的 都是那一两个而已 那你做完出来,大家就看看就算了 因为他也这么说,只有他做 其他人可能,有就有做 不过不是很想躲 那他做得来想躲 就是,就是通常是比较多人引用 但是,其实大家看完都 都不会当是什么一回事 老实实,就是,如果你说 就是,竞争力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最终都是看回 你吸不吸到生意的而已 那你吸不吸到生意 其实,这些很简单的指标 比如说FDI那些,那些 那些,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你说,真的要 要量一些所谓的质量的东西 就像他那样做的 那你就算了 即管算了 也算是有原始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成败论英雄那样说 你就最终看看 哪个吸得钱多 哪个生意多 那那个就赢了 其实,这件事就很简单 就是这样 是的,我觉得去到最后 量度,经济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真的经济学上面 我看到很多时候就是量度 量度 就是你输入多少 就是Factor of Production 你输出有多少价值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最简单的量度方法 可能是更加低的 因为每个人都 hacer 了多少价值 那我也可以看到 那么你也能分输 这是可能 现在来开就是 最后 但那个 很多价值 或者数据 但是那些人已经 其实可以看 那么有很多价值 或者可以看 證明香港人有多麼喜歡財經金融 但其實原來財經金融的發展 在香港的歷史是不那麼長的 雖然我們說 不是啊 我小時候 我和KC應該差不多年紀 我們成長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在家裡人 怎麼也多少有賣一下股票啊 就是不同階段 有些年代可能大家炒得多些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不只是炒股票的 還有炒一下外匯啊 甚至當年還有黃金啊 就是香港是一個很少數的那麼高度金融化的社會 地球上是沒有第二個地方是這樣 就是這件事情其實都很... 你怎麼去量度 如果用競爭力來講 你跟香港你用哪裡第二個城市可以對比呢? 你拿柏林去跟香港比 你就已經... 大家根本整個性質都不一樣 有沒有得比呢? 有些後期之秀的 盧森堡 卡塔爾 是嗎? 就是我甚至乎用新加坡去對比 其實都很難對比 就是雖然有時候純粹為了一個心要涼一點 就當然很喜歡拿新加坡這陣子的新聞跟香港對比的 但是其實你要拿兩個城市去對比不容易 還有競爭力排名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些是國家 你國家和城市有... 就是比較難一點對比的 如果不是你要脫回那個... 複雜程度你要脫回那個基數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每次見到這些排名 我覺得有些不是太... 舒服 不過有時候是純粹拿出來... 就是... 遞一下這個政府這樣就OK了 其實那時候不是有些智庫搞什麼自由指數的 其實我也說 你那個自由經濟指數 頭兩名 一個是香港 一個是新加坡 哇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是城市來的嘛 它之後根本上沒有其他是以城市為單位的 就是City State 我說你試試看 我真的問你有沒有澳門呢? 他說好像沒有 我說就是了 就是整個... 整個指數的編制 其實是有一個選擇的一個傾向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今天有什麼事情要跟大家說 就是對這些指數看完就算了 就是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就是... 就是... 我想他首先篩一堆地方去排 那我想他也有些專排城市 有些專排國家 可以分開做的 差到他做不做 還有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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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來很清楚的可以說出來 所以... 就是... 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說 就是... 幫大家... 就是說... 幫大家 zus... 就是... 你要量度一些沒問題 但是你量度那樣東西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在量度什麼 如果我說量度你 英俊不英俊 英俊不英俊這些主觀的東西可能很難說的 但是大家在媒體或者網絡特別喜歡有這樣的比較 因為其實就反映了一件事 很多人沒有一個標準 自己沒有一個尺去想問題 很容易就相信了這些排名 評級機構 很多民眾會不會因為這個見證 代入到一些政治的系份去裡面去呢? 例如你剛剛說的 大家都覺得那個見證你跌了差了 大家都有些風涼的看香港 是不是和政治的系份上都有些關係呢? 會不會因為政治的氣氛差了 所以香港的競爭力差了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或者再退一步說 什麼為之競爭力呢? 你賣的東西賣得便宜一點 你又有競爭力 你賣的東西漂亮一點又有競爭力 是嗎? 它的功能強大一些 又有另外一種競爭力 甚至乎連售後服務好一些 都是一個競爭力 那你什麼為之競爭力呢? 是吧? 我們時時說 經濟學裡面說 優勢 相對優勢 那你曾經中國不是廉價勞動力 現在就不知道了 是吧? 現在中國的競爭力最好呢? 中國廉價勞動力最好? 這樣說 非洲更好 非洲比你更好 是吧? 還有一些地方更爛賤 其實有時候什麼為之因 什麼為之果 為什麼你的薪金這麼低 應該反過來這樣 大家都是人人生而平等 為什麼有些地方的薪金這麼貴 那是不是因為那裡的人特別厲害 還是因為環境配套好一點 這個就開始進入比較像經濟學會講的題目了 有些地方資本是比較多的 那你以為資本多的地方 教科書說資本是取締勞工的嘛 那不是所有勞工都取締到的 你越是資本密集的那些地方 沒錯 勞動力可能相對的重要程度就少一些 那些人工是會高一點的 那些地方 就是你要這樣去看 然後你就說 人工高低是不是競爭力呢? 那人工高的地方 又有人工高的地方的競爭力 人工低的地方 又有人工低的地方的競爭力 那你去到最後 就是人工和競爭力無關 你這樣說下去 其實競爭力為之什麼呢? 就越來越難去定義 那你這麼難定義一件事 你做一條 好像學校牌 你考第一 你考第什麼 那其實就很難了 是吧? 那不是說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所以叫大家不要比較 就是大家看到 哎呀 香港又下跌一位了 那問題就是 香港究竟什麼跌了呢? 那這個 我覺得這份報告 如果它講得明白一點 就是 哎呀 香港下跌一位 是因為什麼? 那我就覺得 我會想聽多一點 那沒有的 純粹是說 我某幾個國家就排得高一點了 排得高過香港 新加坡 台灣 排得高過香港 所以香港就很魚皮了 那問題就是 我看完這份報告 你當我是李家超 那我也要問 那我做什麼才可以 排得高一點才行 是不是? 你剛才講的那種競爭力 就是經濟學 或者output over input 那個概念 出對入 出對入 其實如果你純粹用勞工的角度說 我剛才講的那個叫 labor productivity 那個叫做total productivity 那個算是TFP 那但是這些就純粹量化計算 因為你可能只是計那個有限的 input factors 比如你剛才這樣講的 capital labor 加上可能加一兩樣 那通常是頂籠的 他這些排名又不止的 多很多東西 那些制度 管治 那些抽象的概念 他也納入那些東西 不知道民主那些有沒有納入 我忘了 但是如果你說剛才你那個情況這樣講呢 比如說 是不是勞工和資本可以隨便取締都不是的 你看看你本身那個生產的結構怎麼樣 比如說你的行業分佈如何 第二 二 三產業是怎麼樣 那個分佈是怎麼樣 還有你每一個產業應用科技的程度 你哪裏也都有分別 你每一個那個資本和那個勞工呢 其實他都有一個 marginally optimal的一個level 那如果你說一樣太多 一樣太少 你理論上都可以這樣互換的 但是這樣就不是最optimal 那所以其實就是 你如果你說一個做得是不是最好狀態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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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經濟體是不是做得做得做得最好狀態 就是capital labor 是不是一個 appropriate ratio 其實就是有得計的 可以計到你現在跟optimal相差多遠 那但是這個本身我想就不是他講的競爭力 也都跟那個競爭力未必有關 就是你是不是做得做得最optimal 反而就是說你剛才提到 譬如生產成本便宜 成本便宜不便宜這個很容易量 但是成本便宜了之後你做出來的東西的質素有多高 或者那個服務等等那些 你概念上應該都在GDP或者related的那些數字應該都反映到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如果一個報告你說質疑GDP那些不反映全部 可能只是反映量的質素也未必反映到 那你就另外補一些東西下去了 但是講得清楚一點是好一點 那往往通常出的新聞稿都很簡單的 那你抄那個抄了下去 通常那些記者照抄而已 抄完之後呢 你有一個詳情就未必知道的 其實大陸那邊沒有看到有見真理的那個排名加入中國 大陸沒有數據給別人嘛 所以做不到 人家拿你又不給了 它是假的 那你怎麼排呢 還有很多這些排名通常是怎樣呢 不是那個機構自己做完所有數據搜集的 很多時候就是用別人的數據 就是用一下什麼細銀呀 用一下IMF 很多時候用細銀和IMF的 那就把別人找回來的數據呢 就重新包裝收拾過 所以這些複合的二次研究 就是我們創作有二次創作 在社會學的研究呢 都有很多這些研究的研究 就是拿別人的數據自己再撿一撿 那當然它不是說真的偷的 它都講得明白 我這個排名的指數是一個複合的數據 複合的數據就是我用別人的那些 那我就假設別人的數據信得過 那我就用來用這個意思而已 那但是我覺得有些 就是我現在這幾年很多時候 我都覺得是 我都因為時間多了 走去看他們做這些 怎樣去排名 那最簡單 有些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度 但是他們的度法呢 就懶 就好像KC所說 很多時候都是民意調查 走去派500張問卷 問一下商界 他們覺得 這裡的如果五分是滿分 你給多少分 那些 就是這裡很多偏差很容易錯 就是我是很不喜歡 用這些五分滿分 你給多少分 拿去做評價標準的 其實他用數字去包裝了主觀的感覺 然後就說 看看是多科學 比如說企業管治 你不是這麼問 他哪有原始數據 也沒有原始數據 但是你對一些 那些銀行級 給別人問 一二三四五 那就隨時會亂填 你寄去給那個CEO 給那個老闆 老闆沒有空 給詩小姐給我填 他 很多都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的什麼營商環境 理不理想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但是有些我覺得 就是那些研究人員懶 就是 還有 就是有 我們好像來講法治 才講 法治有沒有做真的量化的計算呢 其實有的 因為重點就是 如果法治的定義 就是任何人打官司 和政府打官司都有機會贏 這個為之法治 是不是 人人打官司都有機會贏 不是說你一定贏 有合理的勝算 那好了 如果你是用這個作為標準的 那你法庭的判案 判出來的結果 那些是很清晰的資料來的 你將 就是 人民對政府打官司 刑事 民事 分分開 可能不同案件的種類 勝訴的機會率 有數得計的 那你其實可以看到 法治的狀態的轉變 真的 例如這幾年香港的情況 是不是很多官司 你基本上沒有機會贏 那這個就是 你沒有機會贏 這個本身就已經反映了 那個法治的環境 不是很準的 這個 你贏了 我只會釋法 可以做一條新的法 釋法就當你輸了 釋法之後再輸 要雙炒 這些很明顯 如果有人窗口指圖 洗橫手 恐嚇你 不要打官司 那你就見過了 申請都不申請 那些遊行 それ不可能 對 是不是很厲害 他這個問題 有留意 其實 明明 感谢观看